今天我想談談即將在2021年 11月18日至19日左右發生的非常重要的天文事件 这是580年來最長的月片食 对现在和未来都非常重要 短期和长期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以了解它 这正是我们今天将在这段视频中所做的事情 我们一直看到日食确实有显著影响一些积极 一些消极 一些平庸 一些似乎对人类没有足够的影响 但这次这个特殊的日食肯定是例外的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长的日食 它发生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 不僅如此 这次月食也发生在金牛座 让我们来探索一下 由于这次特殊的日食会发生什么 当然 细节在这里 你可以地球上哪些特定区域 可以见证日食以及它在那里 你知道完全可见的地方它是部分可见的 并且地图是来自timeanddate.com的资源 清楚地显示了你知道哪个位置可以看到日食 完全地 对于想要特别了解它们位置的观众 请前往大mandate.com输入你的位置 你将获得日食开始的确切时间 如果你想知道确切的时间 也可以使用drikpanchang.com限制开始针对特定地区 但印度大部分地区将不会目睹日食 只有远东北部的一小部分地区才能亲眼目睹日食 当然 这对我们国家印度有很多重要意义 以及世界各地的不同地点 我将在今天的视频中解释这一点 所以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最大的问题 地缘政治在社会经济生物学上 这次日食之后会发生什么 当然这是今天视频中最紧逼的问题之一 这将得到回答 理解这一点当然很重要 因为那是精结点 因为我有从Stelerium中提取的图像显示了月食期间月亮的确切位置 它位于金牛座的尖声术标志中 当然金牛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对于我们了解会发生什么很重要 因为发生在金牛座的月食 所以第一件事当然是房地产 房地产将受到影响 当谈到社会经济影响时 房地产将受到影响 因为金牛座作为一个星座表示房地产和灾难正在发生 在短期内加强房地产 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而是意味着这个行业需要重新思考和彻底改造 这样整个房地产行业就不能继续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 如果这样做的话 如果某些公司和公司坚持房地产的传统协议 我敢肯定房地产行业或哪个特定的公司将受到很大影响 而在这一刻进行多元化并在自己的领域进行重数的公司肯定能够成功 至少可以度过这个特殊的艰难时期 房地产再次成为灾难雷达 这个正在出现的日食会在短期和长期内加剧 当我说短期 我指的是接下来的两三个月 当我说长期时 我指的是接下来的两年或者至少在接下来的一年旅 我们必须真正为房地产方面的重大影响做好准备 这次日食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初步迹象和全球地缘政治将受到影响 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问题可能会加剧 因为日食对该地区有特定的影响 这次日食也你知道会影响从房地产到畜牧业的几个行业 所以我建议善待动物 避免伤害动物 特别是因为这次食尚发生在金牛座 我敢肯定 这次特别的食伤会创造 你知道很多关于生畜的问题 它也会影响动物的健康 而且影响是长期的 而不是短期的 尤其是房地产 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特别是明年左右 在2022年3月和4月之间 我们可能会看到对世界地缘政治局势的很多影响 我还确定一件事 那就是它是印度经济长期的吉祥迹象 然而 你知道因为短期内行升的非常强大的情况 印度经济也会受到影响 但从长远来看 这对印度经济来说是一个吉祥的迹象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降雨量增加的迹象 会进一步导致洪水泛滥 这也将在2022年4月之前显现出来 正如我之前的视频中所述 它如何影响个人是另一个大的问题 当然也像世界一样受到影响 我也将开始一系列关于个人尖声术的视频 但现在让我们了解 这个特殊的日食对个人有什么影响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 这次日食将发生在金牛座 或Rishavarash和天蝶座的尖声术标志中 如果不祈祷 如果不进行冥想 这两个迹象的相反效果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当我说天蝶座的金牛座时 不是这两个星座的本地人 我的意思是月亮在Rishavarash和Rishavarash星座时出生的人 我不是指太阳或考虑太阳星座的西方尖声术说的是月亮星座 或者更明确地说 月亮在金牛座或天蝶座时出生的人 所以这些特殊的人需要谨慎 需要采取某些补救措施 当然在这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 补救措施是打坐冥想特别强大 他们甚至可以把这种情况变成一个非常吉祥的情况 和一个很好的灵性进发的机会 如果他们花时间再冥想和聆听 室婆神和摩皮室怒神的咒语 所以必须听咒语 必须聆听金尼撒昏雀的咒语 我相信他会非常好 而克里希纳昏雀的咒语在日食期间非常特别 所以这是另一个加分点 月食为那些喜欢冥想的人提供了很多吉祥的机会 他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